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知道在过去你可能读书 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都在台北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 让你收拾行囊回到自己的故乡宜兰呢 我本来就是那种练家型的 就是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住在我爸爸他们公司的宿舍 然后宿舍里面都有室友 那你毕业之后你要出去外面自己住房子 然后就是自己要独立一间 那我比较没有胆子那么大 比较不敢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自己睡一间这样 有点跑 那那时候我想说如果可以回家 跟爸爸妈妈一起住也没什么不好 然后也试着在台北住了一两年自己在外面 了解 可是当时候就真的很纯粹觉得说 回到故乡就是自己的一个未来的选择 我想这个就是最纯粹不过的了 应该没有特别的其他理由 需要来做支撑了 但是我又会想说你在北部呢 工作是方向对不对 那回去宜兰的时候 势必就是也是两条路 一个就是去找工作 另外我知道后来您是选择创业对不对 像你在家里面 当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父母亲给你的都是可以自由的决定 还是说他们在旁边也会给你一些些的想法跟建议 其实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他们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什么 然后我回到宜兰的话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蛮喜欢当老师 然后在台北的时候在公司 也是在外商公司 也是当行销的助理 那后来想一想说 回来宜兰这边 应该是因为 因为当时候以台湾来讲 当时候台湾刚好是经济起飞 然后景气很蓬勃 我们那时候找工作其实蛮容易的 算是好找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听到一句话说 台湾要请他吧 所以其实工作还是蛮好找的 然后就刚好有认识蛮多朋友的 然后也在青商会做过 然后后来就认识朋友 然后到补习班去兼课 然后补习班做一做 我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认识小朋友 后来觉得说 那我们这边的乡下地方的补习班 就是安清班都是那种 三层楼的独立的房子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做 那我现在想说 那我就慢慢开班 因为自己也没有给自己 给自己什么心理的压力 就想说我这样子很自由 不是特意去想说 我一定要创业 我要做多大 都没有 就明镜的这个过程 就是 远走到哪里就随顺因缘 但是他是不放弃的 也是按部就班在走 但是他会知道 我现在大概在什么样子的时机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觉得这也是 人的个性上的一种表现的方法 应该说如果我们 跳开来看 你一个人生的轨迹上 你大概每个点都有转捩点 其实在入行之前 我是个会计 我是学商的 我是个会计 可是因为 就像明镜师姐 他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当老师吗 我小时候就很爱唱歌跳舞 很爱演 所以我小时候就有想到 有天我想要演戏 这很好 我觉得我为了原梦吧 那就一个因缘就让我入了行 入了行之后 我演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我意识到这个 这个好像 我应该到了一个瓶颈了 到一个瓶颈了 再不转的话 我可能没路走了 你知道吗 然后也刚好那个时候 我先生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会接触到比较多的 看到比较多的剧本 我突然发现 这个剧本 因为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 为什么他这样写 那样写 然后就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 那因为 然后因为这样子跟 跟几位这个编剧有认识了 也因为结缘了 我就开始 那我或许可以试试看 从演员变成编剧的时候 应该会有反对意见吧 没有反对意见 有质疑的眼光跟声音 质疑的眼光 这个就比较 会伤人的心 对不对 你会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因为他们不相信你会写 你会吗 所以嘴巴不说 可是那个眼神 你看就知道 你会吗 因为你知道这编剧 编剧这行业 还算是一个专门技术的 所以我又不是 不是那种专科 或是艺术学院什么出身的 也没有上过 比较正式的一个训练 完全就是 真的就是一个资深编剧带着我 然后一直练习的这样写的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有遭受过质疑的眼光 不过那时候想 很正常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们怀疑我是很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可以不会演 我那时候长达两年的时间 没有工作 就只是一直在练习写 练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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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ry 是 然后有 刚好还不错 有从很短的五集的开始写起 然后一场两场写起 人家觉得我会写了 然后开始才会有 慢慢有机会进来了 就是证明给自己的 看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二方面也让身旁质疑的人 把大家质疑的眼光收起来 甚至是让担心你的人放心 是 对不对 那我们要请教明镜 因为你这一路上都是从事教职 当老师 所以可能得到的这种 反对意见 质疑的眼光可能比较少 可是我觉得职场上难免 会有一些些让你挫折 或者是要重新调整方向的一个方式 对你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 妈妈对女儿或者是爸爸对女儿的这种期望 你们彼此之间亲子 有没有曾经为了这些事情讨论过 或者是父母亲有曾经为您的将来 人生路上的包括了 未来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婚姻的部分 有跟您做讨论过或担心过呢 没有耶 其实我的工作 他们都让我非常的自由 那婚姻 婚姻比较年轻一点 妈妈会说 赶快早早干也没有人跟你嫁 可是我爸从来不会 因为我爸很早就幸福了 他知道没有结婚会叫 对吧 非常自由 了解 如果我们这样子听来 明镜的从小到大 可以很自由决定事情的 这个几率是很高的 如果我们这种真的好羡慕 都会觉得说 哇 感觉上就是一路顺遂的感觉 可是身为老师 总是会有朋友 或者是学生 学生会长大 会回过头来跟老师 请教一些人生上面 在交叉路口的选择的时候 你光是听啊看啊想啊 或者是你的生活经验 你会觉得你的教育的方向 给晚辈的 通常你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鼓励他们呢 每一个人自己应该要走的路 反正你自己如果很精彩的话 老师天只有安排 所以我现在都很祝福我的学生 我现在不用帮他们担忧 因为不管你今天 功课好功课不好 我以前真的是会比较担心说 功课不好的人怎么办啊 其实不用帮他们担心啊 我觉得每一个人 各自有各自人生的修炼 他们自己会找到自己的路 我发现明镜有学到 在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个做法 就是对于孩子的担心 用祝福来替代 你在这个编剧的过程 接触这么多师兄师姐的 这个经验当中 是不是也真的看他们怎么当父母 来让你自己做父母的角色上面 知道怎么去做 在读我们那个上人书籍里头 是我们一系列的词记重书里头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吸收到 你对孩子真的是 你真的是安心 你就是放心 然后安心还有祝福他 除了真的没有 没有祝福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我们要尊重孩子 你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有时候你会听他在讲一些什么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你说到那 那真的 你会觉得那有可能你知道吗 可是我有觉得 有时候我倒过来想 我们为什么要去阻止跟阻挡他的想像力 或许他的想像力会真的 会让他成功不是吗 那所以也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孩子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是不违法 或是在那个规矩范围内的话 我都放手让他去 从演员转到编剧的时候 因为接触的人多了 然后各个领域的体验多了 可能也会应对在自己跟孩子的相处上面 比如说我们就写真实人生的故事 他一定有他的家庭问题 当他家庭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问那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有时候想他这样处理 我想都没有想到的 原来可以这样处理 而且还处理得很好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学习起来的 最好的教材 有时候不见得是在书本上面看得到 有时候是在我们大爱剧场 本尊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到 是的 所以请大家持续的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这一出是观音对我校持续推荐给您 也谢谢我们的佳琳 还有明镜今天在线上跟我们聊天分享 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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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